Leo聊四季 先進一步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達達人 這張比賽地圖是比賽圖 並不是一般的阿拉伯 看這個名稱就會很明顯 KOP2 POLANA 這張圖 這個就是比賽地圖才會有的名字 那我目前看起來這張圖 跟一般的阿拉伯確實不一樣 你看這個路群就比較多一點 這裡的路有六隻 那野外呢 這邊有這個路 不是路 這個馬 野馬 裝飾一下 整體而言 它也算是比較偏向於阿拉伯這張地圖的感覺 那就是野生動物會多一點點 但也才多這三隻路而已 但有時候這種野生動物給的資源 往往也就是一個細節的逆轉的一個重點 但是這張地圖 兩方文明都沒有選擇對打獵有關的文明 像什麼 蒙古阿之類的 那這場比賽應該就是正常打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印度斯坦 是擁有帝王駱駝的一個文明 它駱駝可以打所有的馬國非常強悍 而且印度斯坦的駱駝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算是馬國克星 所以馬國只要遇到印度斯坦 基本上就是躺在地上抽的份 而且印度斯坦的兵種 有很多都是沒有什麼太大弱點的 像古拉姆克弓兵 駱駝克馬 那步兵還可以用火槍 自己還有這個印度火衝加二射程 可以讓這個印度非常誇張 再來就是它的村民很便宜 上城堡時代3TC早期開 也不太容易會斷村 所以印度斯坦算是一個我蠻推的文明 好再來講一下Balance的一個選擇 他選的是打打 打打的話算是很進階的馬國文明 但是他的打法也是相當多變 大家都以為他可能只能打這個馬公而已 但其實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我換一下畫面 但其實打打這個文明 算是比較 算是走馬國路線 但是他的馬國的馬 並不是單純的出馬 是出這個寶兵UU 當做前排落盾 但他的UU造價很便宜 而且血量很多 之前有觀眾留言跟我說 確確血量沒有很多 只有150粒 那我就 我想說160粒 好像是160粒吧 我想說160粒也很多 因為很多原因是因為 他的黃金只要40塊錢 那你問你是拿尤俠的192來比 游俠是75黃金 但是 確確只要40黃金而已 而且他這個40黃金 還有可能再創造更多黃金出來 所以這樣一表 確確這個血量 著實真的是很多 總共是160d血量 然後只要40黃金 你想兩隻確確 兩隻大概是200 欸 大概多少 320d喔 兩隻320d 然後黃金80 那一隻騎士多少 192有俠 一隻75 血量才192而已喔 所以這個粒粒 以造價來說 他的血量是非常多的 很多司機帝國玩家 只會看這個 記憶體喔 就是單體的記憶體的數值去比較 但往往沒有去想到這個 造價的問題 因為很多 對司機帝國不熟的人 都會覺得 司機帝國就是比數值 比強悍而已 但其實喔 更多是在比經濟 跟這個資源節省 的一個較量 那達達這個文明喔 就是非常 非常去需要注重 這一點的一個細節的文明 因為他本身喔 並沒有這種 太多的一個資源加成 只有吃這個鹿肉 吃這個羊肉啦 綿羊啊 或是乳牛 有這個食物加成50% 那基本上 後期就沒什麼太大的加成了 就只有這個肉類加成這個 這個肉 訓養的肉量而已 所以這個後期 打達是比較需要靠 戰鬥去換取一些資源的優勢喔 例如去燒了這框經濟 然後再慢慢增強自己喔 這種感覺 呃 他因為要增強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打達文明喔 有這個高打低的效果 假如工兵在這裡 在這個高地喔 是有這個低促的農民 通常這個傷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打達馬功也是會這麼強的原因喔 也是如此 因為打達馬功有這個免費的安息人戰術 跟拇指皇 所以讓他的馬功成型非常快速 基本上 只要點一下跑速跟品種 陳寶時代馬功 就完成了 還有這個燈道學 這三個技術點完 馬功就OK了 所以他的成型是非常噁心的 好 這邊都圍得差不多 家裡也圍得上來 好 這邊看一下四野 兩方四野目前長現在是這樣子喔 那 剛剛我們有提到 打達就是需要用這個大量的兵喔 去做牙制會比較好 因為本身 跟對方純龍經濟喔 是不太可能容易的 所以喔 打達還是要盡量打強攻喔 射箭場跟馬舊 什麼都出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通常喔 打達這樣子 直接硬上 242P的話 這個打法雖然要直撐有點困難 但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是可以下個 嗯 差點11吋 還是可以出個馬舊 或射箭場 檔向 那他這邊有挖挖黃金喔 所以應該是不會打洛馬 應該會直接下一個射箭場 好 如果這邊洛馬直接被藏衣兵戳死 好 上黃金時代 射箭場 尼拓 就是要下射箭場 好 但是這邊伊杜斯坦沒有下黃金礦 所以這邊是打洛馬 他馬就在哪裡 喔馬就在這裡 OK 馬就已經蓋好了 第二隻馬也出來了 總共三隻馬 好 但是這時候如果出弓兵的話 會變馬康特 所以長槍兵還是要暗一點 然後搭配弓兵出門 那自己家裡喔 然後多吃一點這個羊肉 多吃一點 那有人就會說 欸那這個 訓養的動物加50盒 剩的肉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喔 這個100肉啊 可以吃到150肉 但他不會直接顯示在這個面表上 我最近踩村民的時候 大概六個人去踩喔 扣掉這個流氏的食物喔 你總共可以大概踩135個肉左右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他肉量的消耗速度會變慢 這是世紀帝國退伍的一個 支援消耗方式 像瑪雅也是啦 瑪雅也是有這種效果 還有這個瑪莉喔 金礦的消耗減少 好這種都是屬於 單位去踩的時候 所以可以多挖一點 然後消耗速度變慢 所以平常我們不會感覺到 但實際上玩到後期了 就會發現到 欸資源真的是會多一點點 好那 打打這邊點下一擊射 一擊射點下 印度斯坦然這邊 戰謀也按了 好三隻肉馬直接出來 開砍砍爆 好 工兵走過來 單戰謀已經站在高地了 那印度斯坦這裡很清楚 這個高地絕對不能給打打的 不然給打打這個高地 這個果子就不用玩了 好 這邊沒有先硬點 這個 工兵 而是先去點這個長槍兵 因為你只要長槍兵一死的話 這個工兵還是可以用肉馬解決 那長槍兵這邊 有機會被秀掉喔 欸呦 工兵差一刀 但是長槍兵被戳到很痛 絕對不能被人戳到 趕快秀一下秀一下 戰謀 這個毛病 喔哇 真的戳到了 這個毛病不敢硬點 因為沒有一擊射 好 結果這個高地 終究還是被拿下來了 那這場比賽其實我是沒有看的 我只有看到結果而已 我只有看到最後一個畫面 我就馬上關掉了 因為我不想要透露給自己太多資訊 讓自己播報 持續那種 期待感 就有一種 我來播 這些影片給大家看喔 我也是實況來播這種感覺 而不是我已經看好了 才來播 看了再來播 我就會播到睡著 我就覺得蠻無聊的 所以前面他們在這幹嘛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能用自己的一些見解 去分析哪邊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已 好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邊看起來兩邊只會開弄了 不會再繼續打下去了 這邊打也是小打小鬧 因為這邊 欸這個什麼 毛病有一擊射之後 要秀這個操作是很好秀的 直接收掉一隻攻兵 後面毛病再過來 有沒有 就被擊退了 兩邊都不會可能再大蛤出手了 都是小打小鬧而已 好 好 這邊就是誰先上城堡 誰優勢就越大 欸這邊抓到一隻村民 但是這邊村民的血量比較多 弱麻血量很少 好 旁邊差不多按一下城堡時代的時間點 但是印度斯坦稍微快了一點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田種很多 看起來是要3TC開農 並沒有要打一個城堡快攻 好 這個木頭跟種田的數量很明顯 這個是要開農 欸兩邊都是要開農 但是打打這邊會轉一個馬舟出來 出奇事 他要出 欸他要按馬舟了嗎 他沒有按馬舟了 然後點印擊方 欸他馬舟在哪裡 喔在這裡 我剛剛沒有看到 我想說奇怪按馬舟不會出奇事 這也蠻奇怪的 這一定會是出奇事了 好那先出一隻肉馬 來砍一下這個毛兵 不然這個毛兵在家裡也是蠻麻煩的 好直接把這個路過了 事後直接砍死 這些弓兵直接硬點掉所有的毛兵 這邊印度斯坦送毛兵受的有點太快了 毛兵全死 戰毛三點了 這邊會取消嗎 應該是不會 畢竟打打出馬光 繼續出毛兵的話還是可以用的 所以取消沒有什麼大意 即使送了前面那坨兵 還是可以去 繼續升級這個毛兵的升級 好印度斯坦3TC果然開一下了 那打打應該也是要3TC 然後加騎士 奴兵進攻 但是他卡的速度會比較晚一點 因為自己喔 有去選擇這個奴兵的一個升級 TC部分木頭不夠開 那印度斯坦早就有純資源的關係 上這個殘寶斯坦馬上就可以高速3TC運轉 但防守來說當然會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這個毛兵要一直按不能停 這個停下去就沒了 好千萬不能停 好但是騎士過來想要來撿毛兵 這次有駱駝 駱駝的話就好打多了 但是駱駝很怕奴兵你看 被射一下很痛 直接殘血了 好在這邊打打一直用這個高地 果然踩這個高地是重點 好這個招地踩著踩著 還是要下去 因為這個毛兵數量異多 可能還是會被硬換掉 好有機會 打打這邊先點下這個二級伐木 趕快讓自己的木頭亮起來 才可以繼續蓋第三個TC 好毛兵加上騎士過來 騎士直接先砍掉一隻毛兵 但是駱駝直接被射掉 很痛 好這邊戰線越拉越遠 但是毛兵沒有彈刀學生 關於騎士很快 喔唷 這邊點射點到了 喔這一波秀得不錯 好這邊毛兵繼續再往前推 駱駝在後面cover 避免被騎士直接硬騎上來 這邊要做個包夾嗎 但包夾的話 戰毛兵可能會被騎士反打臉 但是弓兵數量其實不多 現在包夾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戰毛兵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往前走就好了 毛兵要往前走 對往前走 往前走 完蛋 只剩一隻 駱駝 毛兵兩隻 剪掉所有的弓兵 但是駱駝只剩一隻 打不贏兩隻騎士 原子裡沒有一級防 所以很害怕箭矢喔 防禦是0的 駱駝本身的基礎防禦是0啦 所以對於抗箭矢是非常害怕 好 那第二波進攻 第六隻 弓兵也走了出來 搭配騎士一直往外走 那這時候應該要蓋修道院了 這是修道院嗎 沒錯 本來是這樣子 這時候差不多要修修道院 修道院下了之後 差不多要來補一下這個駱駝的血量 血量拉起來之外 還可以克制對方的騎士 那我就是會玩CD5的觀點喔 就是你該什麼時候 該下什麼建築 我會這麼說的原因是因為 主要是前期這段時間 不可能下修道院 因為你要去撒農田 跟維持自己的經濟肉量 不斷村 然後還要維持戰卯的運傳 還有一些經濟科技要點 所以導致前期不太可能 一上城堡時代 就點這個修道院 除非是不開TC的狀況才有可能 但如果你已經開了狀況少了 那你現有的兵 還是可以稍微抵抗 那你就不會第一時間 去下這個修道院 修道院反正是 你的兵已經穩住了 那第一波可能也打完了 然後自己有兵殘血狀況下 3TC也運轉多好了 才有可能去下這個修道院 才開始再去撿一技 好 再來就是 有可能喔 對方大馬爆 你自己兵也不夠多 只能用勝率防守 才會第一時間去下這個勝率 所以下勝率的時機點 大概就是這三種 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巴拉斯這邊選擇工兵 是9隻 那這邊騎士4隻 4隻加9隻 但這邊好像有看到視野 這邊想為三個翻成蛋已經來不及 已經走得過來 想要硬點 但是早就收村 那這邊毛兵 沒有直接上前 三綠也沒有阿里 然後去外面先撿遺跡 但外面早就已經有修道院了 敵人的修道院在外面等 好 現在看到遺跡的數量 左邊這裡有一個 上面有一個 鋒進有一個 鋒進有一個 鋒進這個來得幾搶嗎 感覺會先被打打這邊搶走 欸 我來 沒辦法 這邊是用這個插氣的方式喔 讓他自己先排好這個 移動的行程 所以他如果沒看到遺跡的話 就會自己返回到修道院這邊 好 三綠也都三 我共有7隻 彈到血點下了 騎士7隻 駱駝7隻 彈弓兵數量很多 但是後面有生鋁加持 這裡可能被招到兩隻駱駝 這一波會全面潰敗喔 因為駱駝給的傷也很高 好 有沒有硬點生鋁 有 哇 這邊生鋁還稍微走位一下 順利招到一隻 但是 果然直接潰敗了 因為鎮毛也沒有了 就很難打 哇 都想的差不多 這個戰局果然是長這樣子 駱駝 被招走就是這麼傷 剛剛SURU有稍微小小的操控一下 被這個戰矛集火的時候 有稍微再移動一下 沒有被射到 然後最後一下再翁 然後才翁到一隻駱駝 好 但這邊有這個城堡了 哇 城堡直接射死駱駝 哇 騎士很痛 只有1級訪的關係 城堡直接大爆射 射死了兩隻馬 三隻 死了1隻駱駝 三隻騎士 賊虧 那就是沒有補血的一個問題 那最近4代影片本來說要出 但是我發現4代的影片其實是不太好找的 而且要花非常多時間去拍 那最近可能還是要以2代為主 那4代我之前也會棄坑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的後期 就是已經在打這個工程器 火炮大戰 炸來炸去 但我覺得有點無趣 所以我就退出了4代 不然那時候4代想要打到世界前百名 還差一把名就達成了 但是 就有點覺得 這個後期玩起來真的太無聊 跟4E帝國2比起來真的是 戰術選擇差太多了 所以就覺得 還是來玩2代就好 呵 好 那這邊Balance已經點下了帝王十代 那這邊Egustan 離帝王十代 其實差不多 點下了 OK 時間大約差1分鐘喔 那最近應該沒有要出4代影片的話 可能就會出2代的一些 基本的新手練習教學 那我的教法的話 可能是比較拼向於經濟上面的操作 那出兵之類的 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去摸索就可以了 但我發現喔 大家玩4E帝國都會有個迷思喔 就是覺得說 欸 這個是一個拼手術 拼軍事的遊戲 但我覺得更多的是喔 這個遊戲是需要拼 經濟發展 那你經濟力多的話 資源又多 手術有起來的話 就可以爆出大量兵喔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很多玩家都會比較偏向於 在這個出兵上面 我們沒有注重自己的經濟 所以導致很多玩家 像什麼英雄聯盟玩家 或辛亥玩家來玩 雖然他們有手術 但是這個經濟喔 很容易會追不到 所以導致到了後期 這個有辛亥底子的玩家們 往往會補上CD5玩家 就是一直以來有在玩的 因為我們對經濟的配置 瞭解非常的深刻 所以知道什麼時候 該挖什麼資源 知道什麼資源 要去做 那這個東西 就是CD國特有的經濟循環 好 正面古拉姆直接上來硬戳 但是隊友生女直接硬招 好 這邊招掉一些弓兵 但是弓兵 雖然還是很多 古拉姆這邊也招兩隻 直接克制掉被招降的奴兵 直接吃掉了 那這邊 駱駝 四處在打 也在燒 這邊起這個寶還不錯 高地寶 巨頭往前開 那這裡今天要找高地架起來 因為這邊打打巨頭 也是有這個高地加成的 喔有了 高地巨頭 投對方 高地城堡 那應該不會扣太多 兩邊都是高地 這樣扣多少 400滴 不夠高 這個不夠高 如果是高打低城堡的話 傷害是600滴喔 那這邊兩邊都算是高地了 或是應該是秒到滴滴 兩邊都算是高地的關係 好 城堡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好 走全車點下 雀雀開始暗了 沒錯 打打 就是要打雀雀啊 不然要幹嘛 便宜血量多的騎士 對不對 血量一百多低 比一般騎士血還要多 而且還可以搶黃金 雖然攻擊力差了一點 但當作肉盾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造價的便宜血又多 好 下方這邊也在打 這邊是清奇兵 但這邊窄口 堵了一個城堡 想把這個窄口給堵死 這邊是不是可以鑽啊 沒有辦法 這兩個樹擋住了 要是這棵樹被砍掉的話 這裡就可以直接從這個沙漢進去了 好 回到這邊站場 這邊站場 看起來 這個巨頭沒有先優先拆城堡 現在拆這個BK 好 雀雀直接出場 雀雀血量現在是一百三十滴血 引錯 過得掉嗎 他血量怎麼變少 一百三十滴血而已 點上金瑞斯一百五十滴嗎 好 沒事沒事 他還沒點金瑞 點金瑞會再加三十滴血喔 一百六沒錯 好奇怪 血量怎麼那麼少 好 但是這個血量 跟一般騎士 還是多了十滴血 但是招家路便宜 還是很好用的 好 印度斯坦火炮出來之後 可能會有點難打 直接射掉 雀雀也直接往前 直接硬頂工程器 但是工程器頂不下去 直接被古拉姆戳 古拉姆其實蠻怕雀雀的 古拉姆並沒有這個 近戰防禦喔 缺缺至少還有一點點 防禦還有二 古拉姆只有一 還是點這個 零甲技術的一喔 那這邊 打打這邊上億人 再挖黃金 這邊 可能還要再找一些黃金礦去挖 好 哇 城堡是守不住了 爆了 哇 結果城堡爆了 沒有人可以去 偷拆對方的劇情投資 其實有點可惜喔 缺缺在後面補了過來 好 竟然缺缺點下了 一百六滴血 重點是一百六滴血 只要四十黃金阿 超級神 而且遠方也很高 好 遠方三加一 等一下這個 二級防之後 變三加二 那三級防 好了之後 就是三加四喔 遠方七 四十黃金而已喔 遠方超級高的 所以確確是打打一個 蠻關鍵的一個單位 但是大叔 大部分的打打玩家 都只出馬功喔 我覺得蠻可惜的 可以喔 把馬功當做 主力喔 但也不用出到什麼 六十幾隻 八十幾隻之類的 出了四十隻馬功差不多 然後搭配二十幾隻 或三十幾隻的 確確了 然後攻城性 正面進攻 算是一個打打敵的 一個不錯的 正面強攻路線 那如果對方的 騎士弱陣太多的話 像我們遊俠一大堆喔 還可以去點這個 田木爾攻城術 點完田木爾攻城術之後 巨型投石機 還可以再加二射程 還可以使用火焰駕駝 火焰駕駝 就可以炸爆這些 高血量的遊俠 還有一些比較難產的 一些貴族鐵型 之類的單位 所以我個人喔 蠻推薦打打這個文明喔 他的軍事真的是超級強 但是就是經濟喔 要怎麼弄起來 就是他的一個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 打打進攻還是不錯的 駕駝這邊出的量有點少 有點難抵擋住 對方的駕駝的進攻 但路透的數量慢慢飆了起來 非常大量 好 那印度閃大幹道 銀貫點下了 大幹道點下之後 所有的黃金都會提升10%加成喔 包含金貫中的挖掘速度 那還有這個移技的跳動速度 好 路透直接上了硬砍 攻速非常快 直接砍爆這些駕駝 但這裡還有更多駕駝在後面騷擾 直接上來搶劫 哇 黃金一直在跳 鴦駝駝攻擊的數量很多 哇 你看 這些駕駝可能進去送 可能還可以拿回一半左右的黃金喔 然後血量還這麼多 160滴血的騎士 所以駕駝使用得當喔 就是越打越有強 起戰養戰 喔 駕駝衝進來了 三級攻也好 哇 騎遠房的駕駝 加上攻擊力15 重點是黃金只要40 這就有點像突然的這個貴族特權 只是要加10塊錢 而且遠房還比貴族特權還要硬 血量還要更多 而且只要加10塊錢 還不用點特殊科技 只要點這個精銳就好 所以萱萱這個單位真的蠻噁心的 好 駕駝直接上來硬砍 看後面有馬弓 馬弓雖然不夠多 但是這邊達達有高低 高打低傷害很高 達達的優勢就是高低打低處 有傷害加成直接碾爆對方駕駝 駝駝連這邊都打不贏 很好 那巴蘭斯這邊有用到一個高低優勢 後面有一波想要後面來鑽這兵軍運投資機 但是下面的駱駝已經追上來 阻擋住了 上面正面的駱駝全部送光 加上馬弓雖然一直支持 所以駱駝倒地速度非常快 好 直接倒光 上面這個城堡想要重新蓋起來 有機會嗎 後面這個臭命TC的臭命出來蓋了 鐵金也被存起來 那目前印度斯坦加伊的經濟 所以只剩下這一塊金 下面一塊金還在挖 但這面這塊金搶不下來 印度斯坦可能會爆開 怎麼辦 印度斯坦 沒有黃金了 沒有黃金了 更多的 蜷軒殺進來了 好絕望 哎呀 好 那Balance這邊罵了一堆食物 換取黃金 再按一堆 原來這個食物 換黃金的價格太高了 是我也想按一點 雖然食物沒有很多 但先換取一些黃金 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好 那這邊 Balance也是買賣一波 那是不是有人在買肉啊 這個肉怎麼那麼貴啊 好這邊 稍微做一下買賣 賣了一堆 木頭跟石頭 去換黃金 印度這邊已經被迫賣家產了 最重要的石頭資源也賣了 哇這雀穴的量是怎樣 50隻雀穴 但是沒有帝王駱駝 這邊可是要點滴落 所以在買賣 我來 好滴落點一下 滴落點一下 可能就有機會可以擋住這一波 但是石頭只剩68 68 石頭不能修多久 喔遠房真的很高耶 不然走進去還可以活得出來 好那這邊 只剩一點黃金 想用最後的一個駱駝數量 估注一值 確實要大勢衝進來了嗎 鐵末攻城術 巨頭加二射程 解鎖火鷹駝 這時候火鷹駝駝再進場 印度斯坦的帝王駝駝 就要出大勢了 好帝王駝駝 準備變身 城堡掉了 但是這邊打的還是有高低優勢 帝王駝駝變身之後 直接正面開打火焰駝 過來撞了一波 哇 網個一下 但是這邊數量沒有很多 以正面來說 大量的一個駱駝 已經擠跨了帝王駝駝的攻勢 這邊JUK 打出了GG 火焰駝駝還過來炸 太合了 哈哈 哇這個 Balance一直有用這個高低優勢 去換取對方單位 這個是細節 這個細節 如果不是打打玩家的話 可能 一般玩家 不會去注意這個 小小的出起來的高低 那這個高低 確實讓打打拿到 非常多的一個軍事優勢 好看一下經濟的發展 經濟發展 看起來 目前打打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畢竟印度斯坦 那後期這個大農田 全部被騷擾到 有點慘 但是印度這個前期 還有這個農民的優勢 所以導致經濟上 並沒有數得太長 帝王駱駝最後面 也是硬擠得出來 但是打打這邊 空圖空圖實在太好 確實給印度斯坦 給的壓力很大 而且印度斯坦 帝王駱駝太晚點出來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邊 在中期 這個馬公 加帝王駱駝的優勢 讓他 可以打贏很多一些騷擾戰爭 所以到後期 印度斯坦的經濟 越來越慘 沒有野精可以挖 所以就只能喊出了GG 那經濟看 真的是沒差多少 就手推車 就差這一段距離 37分跟32分 差5分鐘 那印度這邊是 確實比較晚 37分 這應該早理說 照理說應該是要早點按 大概在80寸左右 就很敢按了 那這邊拖了蠻久的 拖到37分鐘 那打打這邊就很標準 30分就按下了 那這個時間點按 我覺得是剛好的 至於軍事也有 然後村民室的數量也夠多 一點下手推車 直接起飛經濟 那我就可以爆出更多的確學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幫我聽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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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